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都使得全球的新市场出现了新一波的动荡 而且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放缓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它在国家内部最高的权力的正当性 反贪腐以及一定程度的速贪到最高层级官员成了一个马不停蹄的事 而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的媒体央视在这里头扮演一个很特殊的角色 他第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就是他去做深入调查报道 而今天深入调查报道的方法有点像台湾所说的狗仔队 那么本周最重要的发展呢 除了我刚刚所说的央视所扮演的角色之外 中国的反腐败的调查在本周正式上达到了国安系统 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北京市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在礼拜五的时候 被北京市政府宣布正式的免职 一般认为呢他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手下 周永康呢过去担任整个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有长达五年的时间既担任中国的司法 也担任国内安全部门委员会最重要的负责人 人们说他有一个重要的干部中间落马 那么未来呢整个中国大陆的反贪腐 以及对于内部的整肃可以说是越来越风声克力 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建设力跟反贪腐 相当多的人说习近平的确从去年的三中权位 权会开始已经树立起他个人的权位 这已经是成 这已经不要再去说存在不存在 这基本上已经属于公开了 玩是挺好玩的 很给力 央视真的很给力 曝光东莞情色产业 官方立马展开大规模上方 各家酒店宾馆业总会 商拿按摩理容院全贴上了封条 我们也不是说不配合 因为这里会困局这里标的有封条 我们也不能说跟你进啊 是吧 因为进这个我们也换队啊 晚上霓虹灯依旧 但东莞也不再越业越美丽 从世界工厂到中国信都 东莞这城市招牌一路黑到底了 受千年的还有不少在东莞打工 长得还算漂亮的女性 大陆的媒体就报导 一位在正规五星级饭店工作 领高薪的白领 近来总在QQ群里被朋友们安放 肯定也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逼着她的地的辞职性离开东莞 而不少在工厂的打工妹也被老家的长辈怀疑 这寄回去的钱是哪来的 最惨的是一些准备相亲的女性 对方一听是在东莞打工 全找了借口耍约 一家工厂厂长就说 厂里一票单身漂亮大姑娘 现在都担心嫁不出去 羊氏踢爆的是东莞长期以来官员充当保护傘 与情色产业盘根错节的利益内幕 最终一位主管公安系统的副市长 和一些辖区内的远景遭到免迹 而或许是为了不让媒体 在截足线登的爆料 引发官场地震 一场骗及全国的扫房行动 少掉了2410家色情场所 但大陆官场风际问题 向来就不缺题材 走进太白镇政府的办公大楼 走廊的告示牌上 标注着在访工作人员的姓名不算少 但记者发现 很多办公室里并没有人 就连镇长副镇长的办公室 也是大门警所 安徽马鞍山当图线太白镇政府 上班时间闹空城 便民大厅不便民空无一人 更扯淡的是安徽除州市城管局 副局长的上班签到部 人没到却都提早给签到了 同样阑山的场景 也在天津内蒙的呼而浩特上演 上班打盹还打呼 记者连喊了两声 这官员才从睡梦中醒来 这老兄现在可能噩梦连连了 警阳事宜报道 上述相关机构人等 一一被解职查办 这还算给官员面子的 湖北黄石的阳心县 是直接开大会 播放暗房爆料视频 大会现场频频看到 有认识的人出现官员笑声不断 不过短片播完宣读处置决定的时候 气氛就截然不同了 本以为只是走个过场的大会 却出现当场开闸的结果 让会场顿时扁得凌重 官员实料未及全笑不出来了 当天16人遭到免职辞退 震撼了阳心全线三万多党员官员 现在的大陆官员 肯定不会再有人怀疑习近平 整风塑滩的决心 据大陆检查部门最新数据 仅在今年一月份 查办贪污贿赂案件 达到3423件 涉及4480人 同比上升11.6%和8.2% 而媒体的暗房与爆料 成了近来整风塑滩的重要线索 不是银行却公开设立一个窗口 吸收存款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当地政府是否知情呢 你们要觉得说 你们能承担这条风险呢 你们自己决定吗 是不是 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计判 被责令停止检查 这次暗访之后 当地纪委的处理方式 跟过去完全不同 我台新闻频道曝光了 广东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存在 蔓延嫖娼等违法行为 当地警方迅速开展专项行动 进行打击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官 媒体就是为正式而服 央视这回站上媒体监督最浅线 听用狗仔偷拍暗访方式 提报题材之广泛 言论尺度之大胆 都是前所未见 让各地官员风声克力 也凸显在习近平树摊枕风下 给了媒体更大的监督空间 挖掘新闻也挖出官场的爱